所以佛法没有特权 没有说我出家人是特权 我会念你不会念 就像出家人很会念背下来 他们有悲心念完还发飙骂人 念的时候还算今天可以收入多少钱 然后你还不如你自己在家里念经 这一点请你相信这句话 不要再依靠别人 如果对方不清静 你宁可不参加法会 因为你还会惹一大堆鬼回家 想不相信 很多人来参加法会回去就生病了 还怪法会 法会本来就很多鬼 今天摆了两三百桌 我看几百亿鬼都来了 但是因为如果你有慈悲心 这些鬼就很尊敬你 他会跟你跪 他会保护你 因为他知道你的慈悲心 他就超度了 这很简单 所以我看了一本书 叫地底世界 地底世界里面的科技 好像比我们这边都发达 但是呢 这些地底世界的人都吃那个岩石里面的能量 他不像我们人类在吃东西 然后呢 这个能量从哪里来 地底世界的国王就说了 只要人间有人有真实的大悲心 我们地底世界的能量石头就会发光 我们就可以吃东西 各位想不相信 只要人有大悲心 你念奥马尼贝美吼 不是地底世界 天界 人界 阿修罗 地狱 鬼道 出生道 他们就只要悲心的力量 奥马尼贝美吼 只要我们人类有大悲心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力量 就会骗一切处的去加持众生 请记住这个道理 所以我希望各位今天 从头到尾你不会念也没关系 你就用一个悲心这样就好了 睡个觉再起来继续慈悲然后再念 睡觉总是没有坏念头 但是醒来的时候就用慈悲心 什么是慈悲心呢 什么是慈悲心呢 念一下感受到对方的苦 对 做妈妈呢看到小孩子咳嗽 妈妈心里就好痛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因为有大悲心就会产生神通 神通就是不可思议 会超度 所以你有大悲心感受到众生的苦 进一步了 你有大悲心愿意承担帮助对方离苦 这个叫神通 当你念一句奥弥陀佛 他就去极乐世界了 当你念一句奥弥陀佛 他就什么病啊 什么苦啊 什么恶鬼道就不见了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 今天的法会可能会念很多 各位都念不懂的 但是各位只要保持这样子的 把所有痛苦的 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 所有痛苦的 在这个大海里面 一定有很多鱼被杀 很多海龟被杀 甚至很多人自杀 搞不好古时候船难 你要从坐船到新加坡到这边 不小心一个台风他们就死了 这些无量无边的受苦的众生 那你想到他们就会掉眼泪 自然为他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希望各位 今天的法会天天办 以后你就拿一点点食物 水也可以 点一只香 就坐在你家的外面 想着外面的众生 你能够看到海更好 你就用慈悲心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希望他吃得到 希望他穿得到衣服 希望他不要再断手断脚 希望他跟着阿弥陀佛 佛光加持去极乐世界 你就是这样念佛就好了 你要念观音菩萨可以 你要念地藏菩萨可以 所以我必须强调 今天的法会 一宣布要办的时候 昨天他们还带我去看 路旁边还贴了一个大的相片 海涛法师戴个帽子 你知道那些鬼都来找我了 以后慢一点贴 你贴一个月我天天都不用睡 所以我很乖的 我每天晚上都坐 我在哪里都一直坐 因为我知道 很多人还拿我的相片去浑墓去 自己拜就算了还要叫我去 他说有事找师傅 我都说那有事找赞原石 他天天也在拜 找赞乐石也在拜 所以今天要特别 请他们两个 帮忙承担一下 这些死得很难看 这么多 所以当然有佛力的加持 所以今天我们穿袈裟 把红族衣戴帽子配备齐全 然后就是希望 这些来的众生 因为他们受苦 受苦不分宗教了 受苦不分宗教了 他知道这边有饭吃 这边有东西吃 这边有衣服 这边有水 他们都会来 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等一下我们还要招请 更多更多的众生到楼下去招请 当然能够把所有受苦的众生 包括所谓澳洲的无尾熊 最近在火灾烧掉的动物 还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来 所以基本上来讲 念一下慈悲无障碍 各位不要怕鬼好不好 要爱鬼 因为真正的鬼是我们自己 我们很贪心就是鬼 各位来巴弹道干嘛 赚钱啊 那就是鬼 爱生气的人叫地狱 不懂道理 不信因果的叫畜生 这样啊 所以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这些 有鬼 有地狱 有动物 这样啊 虽然懂一点道理 但是很努力 想要赚更多钱 那叫人 读了很多书 懂得道理要孝顺 但是他还是希望很多钱 很多房子 那个叫人道 但是能够做一点善事 又叫天道 但是做善事却很喜欢发脾气 嫉妒心很强 怕输人家 那个叫阿修罗道 所以我们的心 就不断地在创造六道 但是我们也用我们的心 改变六道 如果我们的心 今天大家都生起平等 没有分别的 想要帮助他们的慈悲心 也为了他们一定要成佛的菩提心 而且没有分别的 任何一个众生都是我的爸爸妈妈 我要努力的帮助他们 这个叫空性无我的智慧 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慈悲去帮助所有众生 那请问你会不会长寿 会的 爸爸妈妈也会健康 儿子自然听话 你每天给他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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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 不要打电脑了 没有用 你还不如用佛法的力量 你做你该做的他就好了 因为佛菩萨都有护法神 一个药师佛旁边就有十二个药叉大将 每一个药叉大将旁边有八千个兵 合起来有八万四千个药叉大将 你只要念个药师佛 这些八万四千个都去帮你忙 因为他们都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你不见得要用你的嘴巴去生气去骂人 所以我在这边我要告诉各位 真的不要骂人 真的不要讲别人的过失 不需要 就算你是个哑巴 但是你的念头就可以改变世界 念一下 一切为心造 心创造世界 心帮助众生 所以佛菩萨并没有骂我们 但是他用悲心 他的佛心自然就改变一切 这个叫咒 我们今天会念很多咒 这个咒就是把佛陀的心 每一尊佛不一样的心的力量展现出来 这很简单 所以学佛的人要学佛人一个平静 微笑 逆来顺受 忍入 我只管慈悲 这叫学佛人的特色 如果你学佛你很计较啊 想东想西啊 那就代表你很痛苦 想钱呢 那你是恶鬼道 越想越穷 所以学佛要学到 不求自来 你今天很慈悲 一直去帮助这些恶鬼众生 请问他会不会帮你长个好老公 会不会啊 保证好好好的好老公 你不用穷 今天你很慈悲去帮助很多众生 你要生小孩的时候 找到一个孝顺报恩 带财 带钱来的 带健康来的小孩子 这个就是佛法 所以今天大家以这个悲心 来做大蒙山施石 帮助地狱道 恶鬼道 动物道 然后呢 回向所有人类 希望印尼人发财 好不好啊 华人发财 新加坡人发财 希望所有男人 跑到我们巴战岛 来拜佛的 来所八观灾戒 就回去了 不是来这边喝酒吃海鲜 早东早西的 所以 因为各位住在这边 你只要用这种悲心 经常在家里念念佛 捕食一下甘露 把你所捕食的水 一支香都当做今天的法会 这样就好了 你放了一支鱼 乃至帮助一只蚂蚁都观想成 昨天的大放生就好了 因为这一颗心 可以超越一切 好 比如说现在 有了 类似像SARS的传染病 那我们就要像那一地区的众生慈悲 因为会导致这个传染病 因为传染病的冤心在主 这个意思 一个地方发生车祸 那个地方 第二次还会再发生车祸 所以那个地方好像有一个替死鬼 或是抓狗铁 好像有一个不吉祥 但是呢 你这个时候你就为他念这个 释迦摩尼佛的八具平安剂 然后这些制造车祸 传染病 死亡 亏钱的这些鬼 这些不好的众生 就会得到佛陀的加持 然后他们也会开始不要做坏事 想要去帮助众生 所以不管是陆地的虚空的树下的海里面的 他方世界的众生 佛教的教育很简单 念一下 从今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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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伤害任何生命 不伤害任何生命 进一步 进一步 保护所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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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乘佛道 同乘佛道 那我想这个是最好的保障 从今天消极 绝对不伤害任何生命 包括一只小蚂蚁 你叫我背后讲你的坏话 我都不敢说 因为这个会伤害到别人 不想说 然后进一步呢 我还要保护你成佛 就像各位 你保护你的独身子一样 健康快乐 学佛 将来成佛 这么样的细心耐心 同样也用这样的心呢 来对待整个世界 有形无形的世界 众生啊 就念这个 如果你跟 你念这一句话 跟佛陀的心一样 那就像佛陀把这句话的力量展现出来 请问大家有没有佛陀的心 有没有 每个人都有 最好的那一颗心 在那时候 现在至少有 所以别人骂你 你可能那个心又不见了 但是你可以随时恢复的 所以你用这样子的佛陀的心 来讲佛陀的寄送 那就像你用阿弥陀佛的心 在念阿弥陀佛 请问对方 会不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就这么简单 百分之一百 天上再大的太阳 没办法晒到地下室里面去 但是你一个小小的镜子 来给它反射一下 那个光就很强 所以我想 我们只要生起佛陀的心 大悲心 菩提心 就可以把佛的力量展现出来 千万相信这个 你千万不要说我又没成佛 我不行 我不行 你阿弥陀佛不好 因为你没信心 主要你有信心 又生起佛陀的悲心 佛陀的力量 就透过你念佛 诵经 持座 展现出来 好不好 这个就是佛法 你不要去想说 我又没有成佛 反正你用佛陀的心在做事 你当下就是佛 你就可以帮助众生 这个就是当下成佛 我们还比密宗快一点 密宗还要一生成佛 我们现在当下成佛 这就是禅宗的意义 你要把握这个心态 所以现在念这个 佛陀的八句平安记 是吗 土地水火风所有境界 有形无尽众生 不要伤害 不要伤害 互相保护 来 佛说八句平安记 诸有众生累 在土界中者 行住于地上 急需空中者 慈爱于众生 令各安休息 昼夜请专经奉贺众善罚 回向 愿消三丈出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谱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好 就算今天有强盗 拿着刀拿着枪 已经在敲你的门了